我們今天來介紹磁袋的特色景點十選 來到磁袋我們就不得不提到購物啦 我身後的C500貨還有PARCO都超級無敵大的 磁袋也是藥妝店的天堂 特別提一下我身後的Big Camera Outlet 可以用便宜價格買到很棒的電池喔 這裡是這一兩站班秀號的南池袋公園 因為離車站很精髓大家可以來這邊休息一下喔 如果不想坐在草皮上或天氣太冷的話 可以到後面的咖啡店就喝杯咖啡喔 來到有餃子跟冰淇淋的主題樂園Namjantown 我生活是餃子專區 可以吃到各種不同口味各種地方的餃子喔 這邊是冰淇淋專區 這邊除了餃子跟冰淇淋不管以外 還有很多昭和服務的遊戲專區 還有鬼舞專區啊 現在來到了池袋周邊的Zoshigaya陵園 Zoshigaya陵園這邊呢 有相當多日本陵園的木 民眾自己也會來這邊走走看看 這裡是Zoshigaya的鬼子牧神神社 日本的孕婦們會來這裡求安胎 聽說很靈驗喔 這邊還有一棵樹林六百年高 三十二共型的大隱形樹 為之不神神社西餐道的商店街 有一些咖啡店跟小店 在這邊就看到一家咖啡店 我們進去坐坐 這邊是位於大宗的流浪貓中途之間 從這邊繳的入場費都會幫助到這邊的流浪貓我們 這邊的open space真的是很棒 這邊的萬壽 現在來到自由學園明日館 這裡是一個由以前的女子學園所改建的小園區 在這邊有一些展覽 還有可以在這邊去辦一些結婚室喔 這裡是都市中的小秘境 木白庭園 我市中方的區域是池袋的衣女road 很適合喜歡動漫的婦女們來這邊挖把喔 這邊的區域雖然沒有像圈園那麼大 但是還聚集得很多人喔 我們現在來到池袋的Sunshine City 去看夜景 展望台的門票1200元日幣 這個小區塊是看夜景的最佳景點喔 這個小區塊是最佳景點 池袋的平價美食也是一個特色喔 這裡也有提天麵屋 也有義大利的料理 如果人數眾多的話也有居酒屋喔 今天我們要吃一家位於池袋的 塔貝洛庫漢堡百明店 East Village Hamburger 這家的附餐也給的不錯喔 除了薯條也會還有薯格格跟炸薯塊 池袋已經池袋周邊的購物工化美食一應俱全 希望大家可以來看看喔 我是包博 我是文 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